我们老说一个词叫手足之情 这个亲如手足 跟兄弟一样 这个清代文学大家 美学家李渔说过一句话 说选人选足 美多窄窄金莲 观人观手 绝少先先欲止 他就是说的很清楚 说看人先看脚 当然他说的是对女的说的 可不是看说男人啊 就选这女的要先看脚 然后要看手 就是看这两头 那么过去禅足呢 禅得好的足呢 是细小的脚比较容易找 但是真正你要想找到好手就比较难 为什么手是天生的 他没法去修理它 所以这手呢 就有人说是人的第二章 这个手伸出来 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地位 你比如过去 为什么要看手相 那看手相的人 怎么能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啊 就是根据你这双手 就知道你处在社会中一个什么地位 手相我也会看 赶忙有机会跟你讲讲看相 看相算命怎么来的 诗经中呢 这个他描写美人是什么 手一定搁在第一位 对不对 手如柔衣 腹如凝脂 你这个手柔软嘛 对吧 这个皮肤 凝脂啊 凝脂 因为我们今天很少熬猪油 凝脂就是凉了的猪油嘛 就是你看他从这 手完了以后说皮肤 说完皮肤呢 说牙齿 他说的这个就是按照顺序来嘛 最后说巧笑倩息 美目叛息 说的是一种灵动的状态 诗歌最好的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先描写客观的再描写主观的感受 我们过去古人啊突破这个过去古人为了突突出这个手的美啊 那么他就发明了这种手上的佩戴物戒指 戒指最初叫纸约 就是在这个纸头上有约是约束嘛 约束它就是有一个环卡着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就有了呢 这个据说啊 在大门口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就已经出土了 这个戒指呢 至少汉代以后就非常的流行了 只不过名称很多啊 纸约还有叫什么 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我们因为现在就叫戒指 那这个戒呢 肯定是生活中的这个戒律 戒指戴在哪儿是有讲究的啊 但是这个戒戒指的金片的讲究 大部分是西方传来的 但是拙和壁串啊 壁串呢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可以先看看啊 先看看 我给你拿一个东西 你们看看 先看看这个这个拙啊 拙呢 这个很小的拙 是一个小女孩的应该是 纯金的啊 古代的纯金跟今天比较起来 它没那么纯 今天一说就是24K 这个我估计百分之九十几吧 很重啊 这个很重 这是双龙头啊 双龙头 早期的经常是单面的 这是双面对着的 这种呢 这是大约是明代晚期的 或者是清代初年的 有个四百年左右 这是一对金镯 那么镯子为什么要戴在这个部位上呢 你戴在这个部位上 因为它有一个灵动 你知道人对动换的东西 非常容易注意 所以它很吸引你注意它的手 对不对 今天要什么呢 今天都是手表 手表 你看它这个龙头啊 这个龙头 嗯 你从正面看的时候 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 这个龙头还是 空无有力的 侧面呢 能看到它的 双龙这种 对着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呢 就是很奇妙 我不敢掰它啊 这东西因为老了 这个按理说黄金都是比较柔软的 但是我怕万一掰伤了就不好 那么手呢 是这样啊 手你比较 比较修长的人都是好看的啊 凡是这种修长的 都比这种矮胖的 相对来说都好看 所以手过于胖的人呢 特别忌讳带更多的手势 我看有的人一出手 这手势上全是各种手势 而且各种颜色混杂 各种高档手势 全在一起相冲 这种其实是不好的 嗯 根据自个儿的手型 挑一两款手势 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戒指 再戴一个镯子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们现在的人呢 特别注重的就是镯和这个戒指 为什么注重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人 基本上经常穿长袖衣 穿短袖衣的机会很少 穿无袖的 现在倒是挺多的了 但是呢 我们已经形成了 穿长袖衣的一种习俗 所以呢 对大臂的装饰 几乎就没了 给忘却了 由于宋代以后啊 成诸礼学的兴起呢 就是这个妇女啊 要注重自个儿的仪表 所以不能经常的随便露肉 你知道上臂 比下臂吸引人 尤其女性 女性的上臂是有极强诱惑的 下臂的诱惑是低的 所以衣服呢 穿上以后啊 我说过 长袖比短袖 这个性感 就这个意思 因为你看不见 他就可以去想象 所以过去的女子啊 女子稍微富态一点了 现在是当然讲究骨感 讲究这个减肥 过去的这个 你们俩不会打架吧 你看他这个样子 一副不友好的样子 哎呦 还行 还行 行了啊 表现要好一点 不要搅了我们的局 这个女子啊 女子的过去 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呢 都应该有一点 这个脂肪 要胖一点 为什么 身体好 过去说 哎呦牛胖了 是一个 这个 对人家是一个宫伟 今天你要说 英雄胖了 基本是对对方一挖苦 所以我特别愿意人见我 说你又瘦了 其实我没瘦 我就衣服瘦了 那么上臂的好处 我们可以让你们看一看 看下一件文物 你就知道这上臂有什么好处 上臂在这个 越远古越装饰上臂啊 我们看看上臂的装饰 我拿一个东西看 本来想拿一个纯金的 再拿一纯金的就恶俗了 所以我给你拿一个少数民族的 这是一个臂串 这个我能戴啊 因为我这胳膊不算太粗 我能戴啊 看看 我要是十瓦心格 我就戴不进去 让你们感觉一下 这是 广西啊 云南那边 少数民族 这是一个双头蛇 这蛇还是个毒蛇 三角头嘛 副蛇它是三角头嘛 这东西啊 戴着时候 我自个儿有个感觉啊 因为我这还有点肌肉 我不是骨瘦如柴啊 所以这东西能挂在这个肉上 它有弹性 挂住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你们感觉是不是很神奇 在我身上一点都不好 如果是个女的啊 如果她有 有圆润的这个上臂 戴上起以后非常吸引人 这个蛇身是可以这个 调节的 那么这种双头的蛇啊 属蛇的人真应该买一个 这种臂串有很多种 这个这是 这种是野性十足的 你们注意看啊 很多佛像 很多佛像 你注意看藏传佛教的佛像呢 小城佛像的佛教的佛像呢 有很多都带有壁串 那么比较多的壁串呢 是呈螺圈状的 就像弹簧似的 这一大都路全是 这种呢 我们博物馆里有展品 今天没拿出来 是因为这个镯子是纯金的 你再拿个纯金的有点炫富的嫌疑 那么你可以到博物馆里去看那个壁串 那个壁串的 就是非常神奇 是弹簧状的 庄的上面你可以想见 它有多么诱惑人 我们的审美 从人到物呢 都是不停地转换的 在唐以前 上臂的装饰非常的讲究 对上臂以对下臂重视 男的戴个手表 女的戴个手镯 要不然就戴几个猪串 天天的一嘟嘟猪串 所以呢 这个今天的人 就已经把我们古老的一个 一个装饰传统给忘了 将来我们恢复 我们做一些这种 可以大家可以买的这种 比如比较便宜的 你比如银饰不是很贵 买了以后呢 可以自己装饰一下 感受一下古人之美 我们这个手啊 手是这样啊 手的保养 这个 其实也不需要保养 我这手天生丽质啊 你看啥毛病 我到这岁数手上 不长任何东西 有人到岁数大了 就去长老年班什么的 也许我还没到老年 就是手的保养啊 手的这个保养呢 当然说要要要 要这个 什么擦油啊什么之类的 我也从来不擦油 也想不起擦油这事啊 他就是很多人是天生的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有重的体力劳动啊 世外更多呢 你手很难保护的很好 古人过去说啊 这个男子手如棉啊 就是男子手是软的 女子手如柴 女的不能手上一嘟了肉 这都叫无财便有财 就是说你肯定要发财 那么手呢 这有纹理 手心的这种纹理啊 是你终身的 你生下来就这样 过去的人 为什么要看你手相呢 就是拿你这手相 跟你说事啊 手相呢 这个我也会看 有机会 跟你讲讲怎么看手相 要不然就是看面相 看面相 那面相和手相 有点不一样的啊 手相是终身不变 你生下来就这样 你的指纹不会变吧 这个掌纹也不会变 但你脸的面目会变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嘛 40岁以前 你的面相是爹妈的 40岁以后 你的面相就是你自己的 你的修行 这个脸相有什么 这个 脸相能有什么作用呢 我告诉你 这个看脸啊 今天不说是一看脸的时代吗 其实不是今天 是个看脸的时代 过去就是 我们家啊 过去那胡同头 一到夏天啊 就卖西瓜 西瓜那时候 过去夏天西瓜 都是在路边卖 堆一西瓜山 然后一老头 白胡子啊 长得特斯文 然后负责挑瓜 他说大爷给挑一瓜 大爷啪啪啪 啪啪啪 挑一瓜 得你一伤成一腰 你特高线 你交了钱就走了 因为在我们家胡同头啊 我就跟老头没事闲着聊天啊 我说大爷 您这挑瓜技术能交给我吗 大爷说我没技术 我说真的没技术 您不是天天给这个挑瓜吗 所以大爷说 我啊 就是长得像有技术的人 就我这脸就适合来挑瓜 因为人家不信这个瓜摊的这小伙子的 小伙子怎么挑 他都不信 他信这大爷 他为什么信大爷呢 大爷有年纪 长得先锋道骨 一脸诚实之相 所以大家就认为这大爷 理所应当的就会挑瓜 就是卖的就是这张脸 然后大爷尝了以后呢 也练出了一个挑瓜绝技 你说他不会挑吧 他会 最后他告诉我了 他说这技术其实挺简单的 小伙子我告诉你 这瓜怎么挑啊 你知不知道瓜怎么挑吗 他说瓜就这么挑 就说你拍拍啊 第一个瓜一定不要给客人 再拍第二个 一定不要给客人 拍第三个时候 就拿起来给客人就行了 至于这瓜什么时候怎么回事 你都不用管 你就永远拿第三个瓜给客人 客人就高兴 如果你第一个瓜拍拍 说就这就行了 他肯定说 你怎么不给我认真挑一下 哎不行 一定拍第三个 所以他就是看脸吃饭 过去坏人坏相 好人好相 对不对 这个长相在今天呢 有很多地方是颠覆的 跟这个过去的认知不一样 过去好人就长得好 坏人就长得坏 所以在过去 在观众心目中 每个人的长相决定了他演什么 我说过长得帅的人肯定说不成相声 长相声啊 你注意看这相声演员 凡是有巨大成就的一定长得不行 你看我们的小月 长那样 那每个女的都说想捏他塞帮子去 他就长成那样 很可笑 我们这个东西方之间啊 这个在审美上有很多很多差异 它是由于我们的文化积累 和我们的先天条件决定的 比如我们认为男子怎样是美的 女子怎样是美的 跟西方是有差距的 你比如中国人都认为鼻梁子高 是吧 鼻梁子高 男性的这鼻梁子一定要高 这个鼻子要要要要 这个高鼻梁好看 他古人没那么说呀 你看人曹雪芹写这个 《红楼梦》的时候说贾宝玉啊 敌若玄胆 就低了起一个跟胆似的 那就是大头鼻子 不是你现在要的这种希腊鼻子啊 希腊鼻子一定到希腊去看啊 你到希腊啊 你到这个 他那个国会前那大楼 那不是有站岗了吗 你看那士兵那鼻子 我告诉你那鼻子有多高啊 一点不夸张 就是我们这鼻梁啊 直接搁一手指头 是人家的鼻梁 那有什么好处啊 那没啥好处 他好处就是立体 有雕塑感 那都给人家看的 咱的好处是给自己的 咱什么好处 我告诉你 你就没想过这事 中国人的视野 比这个西方啊 也长吸了鼻子的那种人 宽 我们的视野 你看啊 我现在能看这么宽 大概我这两边 这个脚上的我能看到 这个脚上我也隐约能看到 我把一个 我如果闭上一个眼睛 我大概能看到这个位置 我还能看到 你不信你们在屋子里都自个儿是 能看这么宽 但是你长一高鼻梁 我只要把这个手指的往那一搭 我只能看到这 我只能看到这么一点 所以我们矮鼻梁 有矮鼻梁的好处 视野宽呢 你知道 咱说的这男的啊 女的也是高鼻梁的 这个男的高鼻梁就更明显 但这女的呢 你看咱那国际超模旅宴啊 有一次我去办护照 跟他排队还聊了几句 你看他那个审美 中国人就认为 您这个小鼻子小眼大嘴 不得说就不说你丑就就就不错了 就跟美就挨不上边嘛 可西方人认为 这就是东方美的特征 就你今天东方人 我们自己人认为的那些 美的不行的人 一到西方人觉得不新鲜 就不就这浓眉大眼吗 我很早就说过 我就跟儿子讲过 我就跟儿子说 这男人长好看了 很容易一事无成 过去有一句话 形容这个漂亮的男人 叫绣花枕头 所以男人好看 是个非常危险的事 一定知道 人长好看了以后 更要付出努力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啊 就是先从手脚说起 再说的颜值啊 今天这颜值 这词太丰富了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 这个引人注目的 天天网上 我看老有人探讨 就是关于女子啊 女子 男子也谈 你不知道男子谈 是否有胸大鸡 是吧 八块腐肌 女的呢 就是老辈人品头论足 但是中国古代 对这个女子之兄 乳房 没有描写 你们去看 金平梅 《红楼梦》 有人统计过 曹雪芹描述了 一百多位女子的美貌 一句关于乳房的话没写 他回避这事 因为古人认为这两块肉啊 就是是以买孩子的工具 他不认为跟你身体的美 有什么关联 所以你看西方人 我跟西方人说啊 我说你这个跟 过去有那老外 喜欢收藏中国东西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这个西方人 发明这乳罩 不就是俩碗扣俩馒头吗 我说我们是一锅里 装俩馒头啊 我们是一肚兜 这肚兜绝对比你那胸罩啊 显得吸引人 所以中国古代人认为 不管男女都一样认为 这个胸大不是美 是丑 胸小才是美 所以呢 在这个古典文学中 不描述这件事啊 即便偶尔粘着 他都说的是这个 说的很隐晦 到了民国时候 民国最小资的就是张爱玲的吧 他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 就是这样的描述嘛 他说他不发达的 握在手中像 睡熟了的鸟 像他有自己 微微跳动的心脏 尖的会 啄着他的手 我觉得这描写不怎么着 还硬的 却又是酥软的 酥软的就是他自己的手心 我不怎么看张爱玲的这个小说啊 我觉得这个我 他要这么描述 我有点扛不住啊 就是我确实有点扛不住 张爱玲的迷千万别骂我 就是他写的一定很好 只是我的不行 我感受不了这个 他写的这种玄妙 其实呢 这个杨贵妃啊 杨贵妃也可能是个小兄的美人 他胖啊 不一定 一定是大兄 胖他也有小兄的 有人很胖的胖的 女的那个兄并不大 那么实际上有这个记载啊 就当年这个安禄山啊 这个唐明皇和这个杨贵妃一块 就喝酒嘛 喝酒喝多了以后 就喝大了就胡说嘛 然后这个衣服 因为唐代不太在意这些 衣服就脱落了嘛 然后这个据说啊 李隆军还帮他这个遮掩 说了一句啊 软温心波鸡头肉 安禄山立马就对上一句 叫华逆出宁赛上苏 他这句话是这意思啊 这个鸡头肉是指鸡头米 鸡头米没多个就这么大 它有一个红红的小尖 是一种水生植物 它叫嵌食 一般人都没有见过 这东西可以吃啊 当天就可以 就是新鲜的当天就可以食用 安禄山对的这句有意思 他对的这句一听 他就是个游牧民族 什么叫赛上苏呢 赛上苏 赛上就是指游牧 苏就是那种奶油 这种奶油制成的这种食物 他说的是一种触感 他说的是一种触感 而唐明皇倒说的是一种视觉 就是我看到的 这故事肯定是编的 千万别当真 我老说历史没有真相 这事肯定是瞎编的 但是它包含了中国的审美思想 所以过去说杨柳腰 樱桃小口一点点 是吧 这个三寸金莲 对于这个今天的人来说 很多还是能够接受 但也不一定 你比如樱桃小口 现在肯定大部分人认为 嘴大一点好看 是吧 所以这个过去的这种 这种审美 其实也并不多啊 就是说乳房比较玲珑小巧 这种概念 今天的人肯定是不容易接受的 那我们今天说啊 说了很多就是人的这个 这个能暴露出来的啊 这个能够看到啊 比如脚啊手啊 长相啊 这个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啊 就是你会发现 这个人的吸引 最一开始一定是外在的 比如我们作为男人啊 进来一个小女孩漂亮 一眼就看见了 不漂亮你也不太注意 一个小女孩非常漂亮 一进来你就看见了 那作为女孩子 突然一个帅小伙进来 你也是一眼就看见了 那么这些东西 它是一种很表象的东西 你一个人如果想特别的去吸引别人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内在 你的修行 你的修行包括你的学习吧 你从很小就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 你掌握的知识越多 你的表达就越好 你知道自己的这个长处在哪 短处在哪 你就懂得扬长臂短 每个人啊 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难成为 就说你天生是一个京式美女 你自己就是一个这个这个俊男啊 你是个京式俊男 这些先天条件特别好的人呢 是凤毛临讲 今天被我们的这种信息化社会把这些人放大了 你过去没有这么好的信息沟通的时候 你再漂亮就是你周圈这几个人知道 是吧 你再英俊 你也就身边有人追求你 可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一个媒体时代 当你今天的 把你自己置身于媒体之中的时候 你可能远隔千山万水 都会有一个人喜欢着你 或者暗恋着你 这都可能 但这些东西绝对不能作为你自己的一个这个资产 你自己的资产是什么呢 是你内在学习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今天就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